嗨 陳劍偉要看看中間的相機 陳劍偉看你的左手邊 陳劍偉左手邊 對 左手 對 陳劍偉看看你的右手邊 那個講座距離 臉再近一點 好 臉再近一點 好 中間 好 陳劍偉看看中間 陳劍偉你可以親一親那個講座 對 沒有人親過 很乾淨的 看看中間的相機 看看中間的相機 好 轉來轉 好 看看你的左手邊 還有你的右手邊 陳劍偉第一次拿金曲獎 有一個經典畫面要跳起來了 所以好 你要跳中左右 希望你的膝蓋加油 好 請準備 不要太高了 太高又出鏡了 剛剛好 好 先看中間黃衣服那一位 一二三跳 再靠中間 中間再一次 一二三跳 好 現在面對左手邊 一二三跳 一二三跳 好 再看看右手邊 謝謝 一二三跳 一二三跳 好 最後看看正中間 謝謝 台式請準備一隻兩隻 謝謝 一隻 看中間不好笑 看中間 謝謝 還有誰沒有拍到的揮個手 還有誰沒有拍到揮個手 讓陳劍偉看到 陳劍偉剛剛上台有帶小超 那有沒有蠟掉的話 和蠟掉的人 對著中間台式好好的說一下 好大聲 沒有 該講的都講了 不過我最想呼籲的是 Local is Global這個事情 因為一路上很多朋友問我說 為什麼要做台語專輯 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我從小長大到現在 講的都是台語 跟阿公跟我爸就是這一路上 所以台語留在我的血液裡面 那我希望在這個世界很 Compress 很壓縮的這個時代 大家可以更往Local的地方 去發展自己的文化 好 那接下來右手邊的 電子媒朋友話想問你 有沒有話要問一下陳劍偉的呢 那今年的那個 台語的歌手那麼競爭激烈 那第一次就是得獎的感覺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前面對誰 競爭 對 因為像幾位歌手都是唱將的 然後亮哥同時又會唱 然後又是創作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激烈 然後我不知道應該 就是從開場到現在 都還是很緊張 因為這個獎真的太早班了 我原本以為可以緩和一下 再來面對這個事情 不過現在得獎了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又緊張又開心 謝謝大家 還有沒有人要問問題的 那最後說要打敗 阿基亞先生的感覺 阿基亞大哥也是我從小聽到他 他也在我寫意裡面 從小也是會學他唱歌 陳雷大哥那些都是 我覺得不能說打敗 打敗老師應該就是 這次評審對我比較厚愛 所以我非常榮幸這個事情 謝謝 陳雷瑋請你繼續欣賞 今天的頒獎典禮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個獎座 我會幫你幫下一位消毒的 謝謝 謝謝